丹元三 探秘之旅 第十一课 卑微里的大力量 英王在蔚蓝的天空中盘旋 忽然他迅速地往湖面冲去 宁静的湖面溅起了水花 接着他旋风似的往高空飞腾 英罩中多了一条鱼儿 哈哈 无论高飞还是下水捕鱼 我无所不能 我是这个世界的王 英王悠然地回到岩壁上的树梢停歇 那是一棵古树 躯干上长满了苔藓 老苔藓听了英王的话 反驳说 不 英王不服气 哼 你敢反对我 老苔藓劝道 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是共存共荣的 没有谁独大 你只是卑微的老苔藓 你只是卑微的老苔藓 居然说这种大话 我这就把你从这片土地上掺除 让你知道我有多么厉害 骄傲的英王号召白鸟 把高山上 沼泽里 森林中的苔藓通通灼光 哼 看看谁还敢不服我 失去苔藓覆盖的大地 天空变得苍白无云 河川的水逐渐减少 森林里的树木了无生气 植物的叶子枯了 虫子没了 我也快饿死了 乌鸦忍不住埋怨 英王 河里的水快没了 我补不到鱼吃了 鲁丝一脸愁容 沼泽都硬得像石头 我没有地方住了 醍醐呱呱呱大叫 白鸟向英王述苦后 英王就飞到最高的枝头上 眺望大地 昔日翠绿的山头 已是光秃秃一片 昔日川流不息的水流 已经停滞不前 昔日温顺的动物 也变得急躁不安 英王心想 看来灾难已经降临 过两天再补不到鱼的话 就连我也要到人类的地盘捉小鸡吃了 那可是件危险的事 把我们放回原处吧 鹰王的身边 传来微弱的声音 鹰王回头一看 原来是仅存的小苔藓 我们是水源的保护者 是其他植物生长的开路先锋 鹰王想了想 不得不承认这一切的灾难都是在除掉苔藓之后发生的 不如就听小苔藓的话试一试吧 白鸟得到鹰王的命令 小心翼翼的把小苔藓放到山头 一边挨饿 一边期盼苔藓能解救大地 灾难赶紧结束 小苔藓得到生机 拼了命的努力生长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大地又处处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 虫子和鱼儿又在他们的处处里探头探脑了 鹰王大喜 奏起凯歌 欣慰地说 世界的和平使者回来了 大地复活了 课后精华 世界上所有的生物是共存共荣的 不要因为形体 身份 地位占了优势而贬低他人 大地复活了 这边是非常碰环 地位占了 我们讲解材 我们讲解材的 等待需要用这些生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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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